作词 李宗盛 好 这里我们回答问题 昼夜念佛 夜间的昏尘无法抵挡 什么方法都起不了作用 请师父指导 难道你尝试过所有的方法吗 万一昏尘的没有办法 你就燃香吧 拿香就燃上48颗香 你看你还睡不睡 马上就不睡了 在你的烦恼来的时候 你怎么去对峙它 你把生命周围堵住 就是死我也不取从你这种烦恼 这种昏尘 问题是我们有时候 这种大勇猛的精神上不来 把生命作为堵住的心上不来 前两年我也跟一个同修说 真正做这个有挑战性的修行 一定首先要发誓的 发誓什么誓 就是宁可粉身碎骨 也不能退退转了 你再昏尘昏尘 你在佛面前磕头 磕响头 把头皮磕破 磕得流血 你来试试看 你怎么说你什么方法都是的 实际上你什么方法都没有试 只是说昏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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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正好睡觉啊 要真的是为生死啊 要生死心切 请问你要受五戒和十戒 要做何种心理准备 可以直接受十戒吗 是否一生吃素 十戒是什么 我们十戒是叫杀明十戒 你准备出家吗 我们只要求你受五戒 居士受五戒 不杀身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你做什么准备呢 要做什么准备 宁可守戒而死 不可破戒而生 你发着这个试念 你就来受 吃不吃素 提倡吃素 但万一你暂时吃不了 也可以吃花素 慢慢来 这个其实五戒 你稍有点都好受 你不杀身就是不杀人嘛 你不杀人做不到吗 不偷盗 你不要起盗心 去偷抢劫人家的东西嘛 你不要起盗心嘛 如果误拿了人家东西 或者事前以下 都可以通忏悔的 不邪淫 那你就过正当的夫妻生活嘛 合法的生活 不妄语 就是指你不要说自己开悟了 正果了 怎么说 你只要不说这个就可以 但平时说点谎 说点谎 故人不能说 但是说了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忏悔可以得清净的 这些不饮酒 你就不要喝酒嘛 酒能乱性嘛 这五种行为 应该是能够做得到的 这是住人的起码的条件 你五戒都不能住 你住人的资格都没有 还不是其他 还不是升天的条件 升天的条件要行十善 身口一三约要要求更高 所以我希望新加坡的居士 要发新寿武界 不要仅仅一辈子都是个三规一子 还有再进一步发新 欢迎到东宁寺寿武菩萨界 阿弥陀佛 弟子请问东宁大佛何时安住 启用 对这个东宁大佛也是我们受到了新加坡居士林和广大居士的发新的赞助了 所以本人首先在这向大家表示感谢 那么东宁大佛现在的建设非常顺利 这个锦罗密鼓都在做 目前大佛宗族县的山门 说法殿 三圣殿 还有接引桥 还有大佛的装机工程都全面开始了 那个铸造厂呢 也在已经铸造了 连花台铸 铸造好的 现在铸造佛身的第一段 从现在的进度来看 明年可以把东宁大佛 阿弥陀佛街影像竖起来 竖起来 但什么时候启用 这很难说 为什么 因为要启用的话 还要具备一些附属的这些条件 比如停车场 这些接待的地方 你一旦就叫开光 一开光就得要接待人 接待人 那就需要一些接待的条件 目前这一块 我们东宁大佛 也是受现在的全球经济的影响 目前半年来 属募捐的形式也不是太好 所以目前我们都在部署什么 就是工程进度稍微慢一点 建筑材料稍微用差一点 没有办法 但我们还是决定先把大佛塑起来 但大佛塑起来 它不 固定定的大佛还需要一些配套的东西 所以对开光这一点 什么时间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我们会有条件 尽量使阿弥陀佛放光来摄受众生 到时候开光的时候 肯定会邀请在座的周围前往 请开示 作为佛教徒 学佛者 应该有怎样的心态 对待钱财 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金融经济危机的时代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 对佛教徒 学佛者的启示 和对社会的启示 对钱财 我们作为学佛人要有正确的心态 钱财本身 它是人不可缺少的 成为外命 我们生命是内命 钱财是外命 离开钱财 你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所以每个人都爱钱 追求钱 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钱财的多少 它是有因果的法则的 你经常是拥有的钱财多还是少 跟你原来自财是修到了善因福音有关系 财富是从布施里面来的 不是说你想发财就很靠勤劳 唯一靠勤劳就能自财的 那不一定 现在有很多人在手机发句话叫勤劳出穷人 你命中有修到了 你自然当然也要靠自己勤奋的努力 你勤奋的努力是你命中有的你得到了 但你命中没有的 你仅仅是靠勤奋 靠狡诈 甚至靠不择手段 还是得不到的 如果万一你命中没有 还要不择手段得到 得到的不是福 而是祸 你不能说由于我穷我就去抢银行 抢银行固然那你很有钱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 它是祸 那么现在所面临的金融 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它搞金融的衍生产品 就是泡沫太厉害 一旦见到真相 就是一下子大家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情况 这也是大家的贡业 大家的贡业 整个的正确市场在中国大陆也非常不好 那简直从天堂到地狱了 从六千个点到一千八百个点 就在短短时间当中积聚下降 很多人的财富基本的缩水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这个我想海内外都是 每个人都成狂成恐的 那么这种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我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坏事 现在如果钱太多了 大家这种贪欲 这种物欲的享受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之后 你看这个地球的资源 已经是让我们恢复的差不多了 钱越多 他越追求那种豪华 那种奢侈 那种什么 等到这啪那下 没有钱的时候 没有钱的时候 他会想到要过简单的生活 要过节俭的生活 好 这一点实际上是让这个地球喘口气的 从这个生态环境整个方面来看 它又未尝不是件好事呢 把你的欲望直接下降下来了 我们整个那种市场经济 所谓工业化的过程 科技文明 都是最大限度的引发人的欲望 用这个欲望来支撑所谓的金融市场 实际上这种欲望一旦上来之后 对整个人类 对整个地球都不堪重负的 所以接下来讲的一种生态环境问题 北京的农化 已经是很快就要农化 整个海平面 整个等等整个物种的这种断灭 整个未来的这个粮食危机 这种还有各种各种瘟疫 这些都要让我们警觉 人类已经到了这种毁灭的边缘了 你再不要放纵欲望了 都要对这个物欲要有所减少 现在比如讲有个口号 是世界这些反保人士 说吃树拯救地球 那吃树都是我们活教的传统的资源 确实那些食肉的人 他恢复的资源太多 一个吃肉的人相当于20个吃树的人 然后他要养牛要养猪 那个牛散发的那种炭气 是超过汽车的或是什么的 多少倍 所以光那个光吃树这一点 这是我们佛教的事愿 能够推广 就是对我们这个地球的拯救 对我们这个物欲的下降 一个人能够吃树 他整个的心态就平和很多 光这个吃树这一项 这一点打下去 就能够改善我们人类的 种种的生存状况 所以我们确实在这种 经济危机当中 你是供业 同时你命中有多少 还是有多少 但一定要过节俭的生活 要惜福 要尊重自然 能够不买汽车的 就不买汽车 能够骑自行车 就骑自行车 能够吃树就吃树 一般佛教徒 这一点都做得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驾驭不了自己 学佛 念佛不得力 有时候这种狂妄的心 追求物欲的心 也会上来 但一般比不学佛的人 会好一些 所以再就是一个 最终的提示是什么 三界火宅 这个世界一年不如一年 污染的情况 是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 因为潘多拉的 这样的磨 磨性的力量 已经放出了盒子 你想收回来太难 所以是要深刻感觉到 这五肉五痛五烧的情况 是愈演愈烈 所以赶紧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最真实的启示 莫学觉得现在大众对佛教和素食偏见很深 尤其是恋爱婚姻 莫学有几位朋友 因为信佛素食而受影响 更有圣者 因为担心老公出家 打掉孩子 请法师开示 尝述信佛的居士 如何处理婚姻 中引发的问题 你这个条子 我还没有理解你问什么 现在大众对佛教和素食的偏见 是来自于我们佛法传播 还没有进入主流渠道 佛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 而且它在现代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尤其在苦难的时候 在黑暗的时候 更有一种拯救的力量 唯有佛的大势大悲 威神力量 这种光明 才能够拯救我们 无名常业的苦难的众生 如果他了解这一点 他会对佛教 有一个非常深切的认同的 那么素食实际上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刚才也讲到 人类走向肉食的道路 就已经走向了一条 这个歪名邪道了 这个肉食就助长了很多的暴力之气 所以战争 摩擦 种族的仇视 这些都是跟肉食有直接和间接的关联的 那么婚姻恋爱 你作为一个佛教徒 要处理好恋爱和婚姻的关系 这是世间的一些法 要处理好 你信佛最好能有一个佛化家庭 相互比较好 沟通一点 如果你信佛 他信基督教 天天说你信佛是偶像崇拜 甚至要把你的佛像都要怎么怎么样 你天天都是家庭 那就不亦乐福了 那么 你这个打掉孩子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堕胎吗 你千万不要走这条道路 真的这一点已经是个时代非常重大的问题 这个佛经说得很清楚 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珍贵的 他来到这里跟你来投身 这是他多生多劫 修道的一个福报来投身的 来投身 你不能去剥夺他的生命 他的神识过来之后 借助父母的经学 已经坐胎了 哪怕七天 他就是一个生命体 他就有他的呼吸 有他的暖气 他就有他成佛的一个机缘 你打掉了他 你就造了杀生的罪孽了 那真的 这个杀生 无论你受不受戒 他都是有果报的 现在很多妇产科的医生或者妇士 就以为他原来就做这个事 他以为没有关系 做了时间发现果报就在他身上来了 你帮助人堕胎 你都有罪责的 所以无论怎么样 你不能走向堕胎的道路 它是一个生命 我们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把他抚养成人 哪怕是一个残疾人 你也不能是处理他 这个作为学佛的人 要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观念 弟子应常以小赌疑情 而现在以不知不觉中 身陷毒淫 很难自拔 师父弟子应该怎样自救 同时请让弟子了解在佛法中 这又犯了什么罪 这个赌博是不正当的行为 投机的行为 有时候赌实际上是一念的贪心 想用很简单的方式 得到更多实际上不输意他的东西 但是他常常因为这个行为 人是一个很虚伪的东西 他为这个赌实际上就是一个 想要人家的钱的心 还说这是宜情养性 这都是自欺欺人 实际上你这个赌的心理 是每个人都有的 就是好占便宜 但要把这个赌的心理 把它要化解掉 作为一个佛教徒 不仅不能以赌的形式 得到非分之财 因为当你得到了赌赢的时候 你知道当下就有个人在痛苦 因为这个钱不是凭空来的 中间还要让中间人 还抽一点手术费 所以有时候这个赌 真的像鸦片似的 你开始小赌就想小赚 有时候想赌一把 他有个心理 我赌了以后 我赚到一定时候 我就不赌了 实际上他赚了以后 还想赚 他就停不下来 或者他输了 输了之后 他就一定要搬回来 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 他都是一条不归之路 因为这是人的利益跟性 所决定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你就开始就不要去接触他 非理夫是非理夫为的 非理夫动的 现在你已经染上了这个毒瘾 怎么办 你要当机立断 这个断恶 要有什么绝猛的心呢 勇猛的心 就好像这个手已经腐烂了 也治不好了 你用一把刀 就把自己胳膊砍断 砍断了还能保持你的全身 现在你已经有一定的毒瘾 在没有毒瘾 完全把你控制之前 你赶紧洗手不干 坚决洗手不干 那个赌场你不要去 尤其是小赌 小赌都不能给自己开解 就好像一个堤坝 一个小缝 你有个小缝 马上就溃开了 不能给自己任何借口 就像你染上了吸毒 吸卡罗因 这时候你去吸毒 怎么去戒毒一样 戒毒有时候 你怎么戒得了 一定要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除了下定决心之外 你怎么赶紧念 拉摩阿弥陀佛 每天念一万声 拉摩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赶紧帮助我 截掉这个毒瘾 不要再染上它了 你再这个堵下去 会堵得你家破人亡了 会堵得你在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立足之地的 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远远地离开它 赶紧忏悔念佛来自救 自救 你能自救 佛就能救你 阿弥陀佛一定悲悯地 把你从这个毒瘾当中 放在光明的地方 瘾嘛 瘾就生病了 瘾就是黑暗了 你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光明了 你在光明里面 就没有黑暗的瘾了 就好了 念佛就能治 我和为何 我和婚妻要办婚宴 可他吃长素 且一定要办素宴 可我父母不能打破老家的风俗习惯 以观念极地反对 我该如何调解 这是家庭矛盾了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 更何况我还不是一个官员 但你的未分妻的这种观念 很值得赞叹 你婚宴会对你的婚姓有一个吉祥 吉祥的开端 那么一般的老人说 老规矩 你无非是人家请人家要表示恭敬 让人家高兴 不要让自己小气 是不是觉得你看看我们都给你送了礼 你怎么给我们吃一桌这样的饭菜 你怎么这么小气 你可以有些方便 就是你把吃婚的钱 你照样要花出去 花子怎么花出去 你的树宴的档次要高 最高规格的树宴 然后如果还有钱多 你再或者搞一份什么礼品 再送给来吃树的人 使他感觉到 我参加这个树宴真的人家是花了大的本钱 对我们表示的最高限度的恭敬 他就心理平衡的 无非就是高兴 那么这时候你给他很好的树宴 你再宣传宣传一下 大家平时都吃了山珍海味 现在换个口味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对延年益寿有好处 尤其现在对生态环境有好处 吃树拯救地球 我们每个人都来拯救一次地球 你做好专专工作 好 到时间了 阿们 阿们 zia河表农 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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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